C3系列的CPU 2000年你們推出的C3系列的CPU以來 一直到現在的C7還有這個Asaya 你可以跟我們談一談你們一系列的這個CPU的產品策略嗎 我想從2000年的7月我們開始賣CPU到現在 有兩個不變的東西我們是一直很堅持 第一個我想就是低功耗高級層 然後我們覺得東西應該是物美價廉 所以Low Power Low Cost這個方向 其實我們從C3到C7到我們新的今年 要冒出一個新的Asaya這樣子一個CPU 基本上都是按照同一個路在走 另外一個我們其實很堅決的相信 也是我們第一個帶到這個市場上來 就是所謂平台的概念 我們在2001年的12月11號 那所謂的Eden平台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針對所謂的遷入式的平台在做 可是那時候就是所謂的chipset 然後加上CPU 整個平台這樣去做一個銷售 那其實剛開始推出的時候很多客戶也不是很明白 就是說這個平台到底指的是CPU 到底指的是chipset還是什麼 但是我們相信就是一整個set 那我想過去這幾年不管在notebook在desk 這些市場從embedded開始就一直看到這樣的趨勢 不管是平台化的趨勢或者是low power low cost 然後這個small home fatter 看起來就是越來越明顯 那這就是一個一定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其實很高興的是說 威盛很堅持這樣一路 那市場市面上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接受這樣的概念 那以前在所謂的PC的市場裡面 其實低功耗是一個屬於比較高端 或屬於比較premium的一個產品 就是說你要花多的錢 才能買到東西做的比較小 或是電池續航力高 或是做的很輕巧這樣的產品 但是我們這幾年來其實一直相信 是這樣的東西應該是主流 那我想從今年很多小型的這個PC出現 不管是no book或是desktop這樣的形式 證明了其實這樣的趨勢 絕絕對對對是有它的成長觀念 所以你認為這個粉道會成為是一個主流 是 我們認為這樣應該是一個主流 在CPU的這個market裡面 這個威盛雖然已經也投入了七八年了 可是終究是一個比較新進入的人 新進入的newcomer 那你怎麼看CPU的這個market的發展的潛力 我想延續剛剛講這個平台化的東西 跟這個low power low cost 跟small phone factor 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既有的一個PC市場 也開始風向往這裡轉 那意思就是說呢 這樣子新的一些產品 不管是小的no book 小的desktop 其實它的量會開始增長 那不見得會取代舊的 因為其實現在PC的應用到一個程度 很多人可能都有second或是third的PC 特別是常常是要travel或是攜帶的人 那有這樣一個新的成長一個潛力 其實對威盛雖然來講是很好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想過去這幾年我們一直耕耘在 所謂嵌入式的平台裡面 那我想我們也做到一定的成績 那再更往上一步我們相信 剛剛講的這些優勢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roman走下去 其實對於PC的使用者 也開始有這樣的好處出現 那我想不管是在節能上面 是在這個它的體積它的重量 它的整個電池續航力 這個絕對也是consumer 特別在買no book 買desktop的時候 會去需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市場的量來講 過去我們是比較多 左膜在所謂的嵌入式平台 但是現在看起來呢 我們往這個PC平台再走下去 其實這個market的潛力是非常大 那再加上我們的roll map的規劃 雖然是以低功耗為出發 但是我們相信呢 application的需求 應用上面其實它所需要帶出來的 還是會不斷地來再增加 那我們的這個產品的roll map 在CPU上面在chipset上面 也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相信其實form factor改了之後呢 software還是會有很多很多的需求出現 那我們的roll map其實有因應 然後又符合到這樣一個市場的趨勢 所以我想市場在開始跟成長的一個時間 對我們來講timing是剛剛好 那我們準備這一刻也已經準備很久了 那未來幾年的roll map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 延續之前一直相信的平台化 跟這個低功耗這兩個方向的規則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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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那是個C7系列的CPU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看見的就是說 在很多的應用上面夠用 而且非常的節能 功耗非常的低 這樣其實是很好的一個開始 我們知道在X86的Market裡面 有兩種主要的CPU架構 一種是所謂In-Wordered Architecture 那就是像C7這樣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Out-of-Wordered 我想它各有自己的不同的長處 In-Wordered東西東西做的比較小 然後功耗比較低 然後Out-of-Wordered的東西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應用上面 它會有很大一個性能上面的一個加強 所以在C7這個系列 我想做到一定程度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是往新的架構去走 那可是呢我們在這裡有一個策略 就是所謂的這個 它的腳位是兼容的 原因是呢我們相信客戶 如果做一個產品 他一定會希望去延續這個產品的一個生命 的一個長度 或者是同樣一個產品 他希望能夠往上往下 做不同的一些 不管是不同的SKU 或是不同的Flavor 以利於它在市場上不同的一個定位 或是更大的彈性 所以意思是說 現在做這個C7的一些客戶 它其實同樣的一個板子 也可以去放我們這個新的Isaiah 甚至是後面以後雙和的這個版本 它這樣一次的design effort 其實可以往後延續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時間 然後對於它在不同的 譬如說價錢上面 或是不同的性能需求的一個定位 它其實也有一個彈性能空間在 不會做一個產品 它就有受到限制 那我想兩個在performance 在power 在這個整個的性價比上面 是打不一樣的點 可是因為它腳位兼容 所以客戶的工其實是一次 就可以有很多次很多次的一個好處 那我們希望最終能夠因為這樣帶給客戶 很大的彈性跟value 可以再為我們補充一點點 就是在out of order這個部分 比較能夠去主打的 比較niche的application 它特別會強的地方 我想out of order其實是現在大部分 你會在PC市場看到CPU的價格 大部分都是out of order 所以意思是說最新的application 包括video的playback 包括你做VoIP 不管是audio或是video conferencing 或是一些3D gaming 這個都很明顯可以看到好處 那in order對於其實日常使用 像一些office的文書處理 像這個email 像webserving 其實都是綽綽有餘 所以我想這兩者的定位 可以很明顯的區隔開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兩個不同的產品 可是還是回到這個腳位兼容 希望呢這個彈性留給客戶 不要讓我們自己的design來限制 等一下能夠拿它來做什麼事 你剛剛已經提到這個pint to pin compatible 能夠帶給這個系統廠商很好的profit 是 可不可以在這個部分 就你們提供給你的客戶端 the benefit 這部分再問我們多說明 通常一個系統廠商 它在規劃它的產品 它會往兩個方向走 一個是橫向的時間 就是說一個產品開始 它能夠再refresh 然後再來做到新的一個refresh 那能夠被使用多次 其實對於它一次的投資 它其實回收是更好的 那另外一個是往重向的 就是說 你做一個產品可能有它低價的版本 但是有中階有高階 那低價當然是要吸引更多的眼球 或是吸引更多的人來注意 那中階可能就是在規格上面 在性能上面更好一些 高階就在往上一點 那對他們來講 有些東西是高的利潤 有些東西是去做國力多銷 那往橫向跟縱向兩個方向 它拼著騙一方面呢 你可以不斷的upgrade 第二方面同一個時間點 也可以有不同的skill出來 那對於客戶來講 它往兩個方向去走 它其實整個product matrix 可以多的會變得更加的豐富 不會一次只是一個點的產品 那我們其實常常提到這個low cost這些事情 不見得是在講產品本身的價錢 有些時候也要去顧慮到客戶 他做這個工程的一個 花的力氣他的投資 那這個投資 如果可以攤提在更多的產品上面 對它來講是更划算的 那如果你做一次的工 只能用一次的產品 其實相對來講 又是一個昂貴的一個費用 那不是匯域的歷史而言 就是這個工程 我們很在意